時代力量新竹市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指出他們收到陳情 有業者要以桌遊店的名義經營麻將館 但社區大樓的居民擔心如此一來出入複雜的人群 會讓住宅安全謀上一層隱憂 近期我們接獲至少三起大樓社區的諸多跟我們陳情反映 我們發現新竹市相關的法令確實過於鬆散 其實早在今年的六月 我們就已經在議會要求市府應該要制定相關的法令 來管理這樣子的麻將館 不然他24小時營業又無人管理 相關的建築公安消防都沒有人來為大家把關 不能夠事後才要用民眾檢舉的方式來進行相關的機場 等於市府喪失了為民眾把關這樣子的功能 出面陳情的大樓李信主委表示 目前整頭大樓有三分之二的住戶都反對企業社進駐經營 現在對方還在裝潢 大樓住戶希望市政府可以嚴加審核 不要輕易發放商業登記 裝潢過程住戶們也會嚴格監督 希望讓業者可以知難而退 那今年我們已經知道了它可能是一個麻將館 那當然我們更是要它在進來之前我們就必須把它防堵在外面 我們不能等它進來以後我們要面對的可能是更複雜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面對我們就是針對的仲介公司針對的屋主 我們就是抗議當然店家還不敢出面或許他躲得遠遠的嘛 他就觀望嘛等你鬆懈的時候他就進來嘛 其實他們已經嘗試要進來 但是我們管委會把他趕了出去 我說你沒有申請執照沒有申請裝修執照 你不准給我進來裝修 新竹市政府指出如果業者以桌遊店的名義實際經營麻將館 並且開放賭客劇賭交易 新竹市政府會協同警察局聯合查查 一旦查獲就會廢止營業登記 也會移送相關主管機關財法 市府表示現行以桌遊等相關行為台陽經營 而營業項目是以相鮮活動產業登記之業者 而業者實際上以經營麻將館且開放賭客劇賭交易者 社會獨播行為 將要警方加強取締並依獨播罪險送辦 而奔赴也依據警察局掌握的場所 來列入電車警察辦理 並且持續警察中 那也就營業場所是否違反都計消防監管法令 來移送相關單位地域著處 有關麻將館自助桌遊店的部分 那本局將主動運用各式行務作為 來加強查查不法 避免有合法掩護非法的情況發生 那另外也會配合市府主管機關來執行聯合稽查 如有發現或接或檢舉賭博等不法刑事 只要查證處時 除了依法偵犯外 也會將查處情形來含請市政府主管機關來進行採訪 時代力量強調 除了這次陳情案件之外 麻將館在其他地方的經營也有問題 有麻將館甚至跟補習班共用一個電梯跟出入口 有可能影響到學生學習 新居市政府應該要嚴格地審查麻將館的設置 並且制定相關的管理辦法才能夠保障市民權益 記者林彥斌採訪報導